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更生年3月23日诞生一位领事人敬仰的女宗教家妈祖林墨 妈祖诞生逾越于慰文孤生 父母启名墨 八岁使读书试制 十三岁老道培育传法 十六岁窥井得福于福田拯救昌生 宋太宗雍熙四年 遂赐丁亥年九月九日 登上眉山作画成道 宋太宗雍熙四年 开国君主重道一佛 促使佛教道教化 宋河四年陆允迪奉命初始高历 妈祖庇佑转为维安 元代 朝廷仰赖江南朝梁 赋予妈祖庇护海运朝运 明代 永乐七年 妈祖庇护正和初始夕阳 清代 处朱天愧详亲 施朗平定台湾 在清初季季 两岸来往平凡 仙人碧露蓝旅 横渡黑水沟 不畏艰难来到台湾开吓 而在清康新三十三年 故教邻居中第三十世代树兵和尚 奉起梅州天愧宫正殿朝廷和妈祖来谈 在中国海口奔岛登陆 据说当时树壁河上带着三样宝物 天黑神圣路 宝席 拖 经过拨淘湘湘的黑水沟 历尽艰辛来到笨岗 长土跋涉 登陆之际身邪尽尸 上岸之后沿途铺路笨岗的街道 树壁河上想要休息片刻 于是将八主置放在几个坑上 或出发之时发现妈祖去起不动 今时问妈祖 妈祖表示 永驻笨岛 照顾万物 回溯五代时期 周世中为国家统一向江南各国发动战事 虚款孔吉 当时佛寺造像多为金属铸造 周世中下令森尼还属 龙佛像以驻兵器 不见主政者信佛 有佛国之称 成为不愿还属森尼避难之地 妈祖诞生的时代 是一个南北军对峙 北方政府压抑佛教的时代 宋代开国君主重道义佛 宋徽宗促使佛教道教化 妈祖的上游神为观音菩萨 在后世住持妈祖庙宇的 皆为佛教 灵济中或华言中的僧侣 由妈祖十六岁推进德国 拯救昌山 继续宋朝到清朝 利用人民转回为安 梅州主庙由灵济中僧人住持 并和尚控起妈祖之会岗 至今别要朝天公 和保留船后 由和尚担任住持师父 这一连串的渊源 同时使出妈祖庙宇非为怀 保佑万民的精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